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年33岁 曾担过保安并接受过相关枪支培训 案发时 他使用一支AR-15式步枪和一把手枪向购物者和电源射击 被一名当时正在购物中心内的警察击毙 随后 警方在加西亚的汽车里发现更多武器和弹药 报道说 加西亚住在达拉斯 拥有多个社交媒体账号 发布过多个支持新纳粹主张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帖子 执法人员正在调查他的作案动机是否受右派极端主义思想驱使 华盛顿消息 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对拜登总统工作表现的整体满意度跌至36% 创新低 民意调查结果似乎不看好拜登寻求连任的前景 多数国人担忧他的年龄和健康问题 他的支持率与前总统川普等共和党籍对手相比也不具备优势 根据这一民调 民众对拜登工作表现整体满意的比例 从今年2月时的42%下滑至36% 低于去年初时的37% 创下历史新低 而对拜登工作表现整体不满的比例达56% 其中47%强力不满 在回答2024年总统选举会支持哪名候选人时 44%的成年人说绝对或大概投票给川普 38%说支持拜登 民调还假设了佛州州长 共和党人德桑蒂斯参选总统 并与拜登对决的情形 42%的人表示会把票投给德桑蒂斯 高于拜登的37% 剩余的21%表示不确定 华盛顿消息 财政部长耶伦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说 债务上限谈判不应拿枪指责美国人民的头 他再次对美国面临问题发出严厉警告 国会如果未能就债务上限采取行动 可能引发美国宪法危机 也将导致美国政府的信用受到质疑 据报道 耶伦表示 我们目前的预测是 在6月初 我们将无法支付账单 除非国会提高债务上限 我强烈敦促国会这样做 耶伦还说 财政部已经在使用非常措施来避免违约 但这不是财政部可以持续使用的方法 除了国会采取行动提高债务上限 没有好的办法来避免经济灾难 耶伦指出 无论是拖欠债务利息 还是拖欠涉安金或医疗保险款项 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履行所有的义务 大家的共识是 金融和经济混乱将随之而来 耶伦还表示 有关债务上限的谈判不应该拿枪指着老百姓的头 布鲁塞尔消息 据法新社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发言人马梅今天表示 冯德莱恩将于5月9日访问基辅 马梅说 这次访问将集中讨论我们与乌克兰关系的各个方面 马梅还透露 欧盟提出针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方案 此前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指出 西方国家实施反俄制裁 显然是在攻击俄罗斯的普通公民 此外 乌克兰独立新闻社今天早些时候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令 规定乌克兰每年5月9日庆祝欧洲日 根据泽连斯基签署的命令 无妨做出上述决定的目的 包括加强欧洲多国人民之间的团结 保障欧洲大陆的和平 安全和稳定